大家好,在调芝麻酱时,最近直接加水调 今天来教大家一招口感细腻,爽滑,超级香 平时我们买回来的芝麻酱呢,大多都是没有经过调制的 长时间放置后,就会出现分层的现象,底部有很厌的沉淀 这样的芝麻酱吃起来,口感和味道都不会好 那么我们有一些朋友呢,直接用水来稀释芝麻酱 就会出现很多疙瘩,那样吃起来口感和味道也会很差 我们可以将一些芝麻酱舀放在碗中 先加入两勺萧油给它卸一下 再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 加入香油,一既能增加香味,二能使口感细腻爽滑 而且还不容易卸,如果是现吃或者是做凉拌菜 这样调制出来还是比较稠一些 我们再加入适量的纯净水或者是温开水 比例是1比1 继续顺着一个方向慢慢的给它搅拌 调制像现在这样细腻光滑的状态就可以啦 然后再来加一点其他的料 加入一小勺白糖提鲜,少许食盐增加底味 来一勺蜂蜜给它去色 再来一点蚝油,生抽 之后再来一点米醋 再继续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 用这个方法来调制芝麻酱 吃起来口感细腻爽滑 香味醇厚,超级的好吃 用来拌菜或者是拌面味道极佳 不管是拌菜或者是拌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喜欢的朋友自己动手来调一下吧